不是啊新美定位 那你就好好做新美市長 不是嗎 如果新美定位跟兩岸有關係的話 那你跟他堅守新美市市長 這麼關鍵的位置啊 對不對 就是先接手 然後再放大到全國 是那什麼時候呢 他喊二零三零嘛 那你要至少做到二零二六啊 對不對 就是不是我覺得侯友宜 我也不能那麼武斷的說他草包啦 但我只能說 以他目前表現出來的態勢 對於兩岸國際外交都不熟悉 他或許長佐 他不能講啊 因為他現在是新美市長而已啊 搞不好選擇5G啊 搞不好真的懂很多啊 可是現在只是卡住了嘛 只能講出三平三安這種話嘛 搞不好他長佐 我不知道嘛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對於候選人來說 現在民進黨已經鳴槍起跑了 對不對 已經提槍快跑前進了嘛 時辰什麼全部都出來嘛 那幾乎那時辰 我們看起來十七號就是了 對啊 看起來就定好玩的嘛 大概其實就是賴清德嘛 對不對 那賴清德民進黨整個 大概整裝對委要出發了嘛 可是問題是侯友宜 在這個時候顯然感覺還在扭捏作態嘛 對不對 每一天都還在說 我要為新美市做啊等等 厚厚做事情啊等等 然後講到兩岸國防外交的時候 看起來也沒有太多的論述嘛 三平三安 我到現在也不知道 那三平是什麼 我唸過 我唸完就忘記了 那三安我覺得我也忘記了 你現在去賭賣 我保證他也記不得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那兩邊會有落差嘛 兩邊會有落差嘛 那朱立倫朱立倫呢 朱立倫也不錯啊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這兩個會讓我們覺得說 我相信國民黨資者在這時候一定很焦慮 很焦慮的原因就是選舉是兩邊去對手嘛 對手是國民 而是賴清德 賴清德已經提槍快跑前進了 然後軍隊都整隊好了就往前走了 可是另外一邊你國民黨還在亂嘛 那到底要怎麼亂 要亂到什麼時候 我相信在國民黨的基層的民意代表 包含佩軍包含小新也會覺得說 好我們可以給黨裝一點時間 比如說去整合 但也要讓我們知道說大概是什麼時候 比如說三月底 四月中或是五月 就是要有個時間嘛 顯然不可能拖到七八月 但你如果拖到七八月 哇那等於是一年的選擇 你讓給民進黨等於整整半年左右 讓了半年 讓一半年 下圍棋嘛 對啊 先讓你五目 先讓你五目 然後最後輸十二目這樣 就是你兩邊實力就已經沒有贏了 那你還讓五目 讓五目 然後讓五目還先手還給你 那不是就差三目半嗎 今天我就差八目半 就輸十二目 這樣有可能嗎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對於整個國民黨來說 我相信朱立委 應該要趕緊提一個辦法 那可是問題是 朱立委有沒有私心 又影響到這個辦法怎麼提 那當然很多人會說 朱立委沒有私心 沒有私心 他也跟你講 他沒有私心 他已經說 我不要擺民調啦 對他說 他不要擺民調 可是問題是 我跟易富哥 對於這件事很大疑惑吧 因為這訊息是 禮拜三國民黨開完中場會之後 他的秘書長黃建廷 去一個吹風會 來特別跟媒體朋友放出來消息 說朱立委沒有私心 甚至民調都不見得要擺他 可是問題是 那為什麼你朱立委自己不講呢 你自己公開講就好了 放心 二零二四沒有我 絕對沒有我 我只會從我以外的人選 挑出最強的 講完後 那大家不是心就安了嗎 就不會鬧成這樣 可是沒有 你通過黃建廷 然後通過秘書長 去跟媒體講說 我相信朱立委是沒有私心的 那我也評論過黃建廷 因為我認識他嘛 對不對 他是虔誠的教徒 他不會說謊 他不代表他不會被騙 這是兩回事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會讓我覺得啦 就是說如果國民黨 想要趕快定於一尊的話 我覺得朱立委 這個態度變很重要 如果你沒有定下來的話 國民黨會一直亂亂亂 可是現在看起來的話 新北包括新北議長 蔣跟王他們啦 或是最近動作都非常大 賴跟猴在現在 你看所有的網路聲量 或是好感度 他們兩個應該就排在最前面 是 我們現在看網路聲量是這樣的 你看賴清德網路聲量 第一名是賴清德 對不對 總聲量 陳建倫也不錯 陳建倫坦白講 我覺得是這個是雞蛋的關係 他總聲量 我覺得是一些民生狀況 不見的是他本身 朱立倫不差 因為我們在討論國民黨失誤的時候 不得不會討論朱立倫 那再來就是侯友宜 然後後面郭台銘柯文哲 怎麼會有證文上很奇怪 那柯文哲的顯然已經被邊緣化 那目前侯友宜是有一些聲量 可有趣的事情是 如果你討論正聲量 對 侯友宜不差 正聲量侯友宜你看四十三點七 賴清德第一名五十點五 朱立倫四十二點七 陳建倫四十一點二 然後郭台銘四十點八 所以你看以網路聲量來說的話 其實國民黨排並不差 侯友宜的聲量不差 朱立倫聲量不差 郭台銘聲量不差 所以國民黨問題一直都不在於是他沒有好的人選 他的問題是在這侯友宜 朱立倫 郭台銘這三個人選 在抉擇的時候 會不會讓侯友宜出現之後 朱跟郭聯合起來殺侯友宜 或是讓郭台銘出現之後 侯跟朱去殺郭台銘 或是朱立倫出現之後 侯跟郭去殺朱立倫 讓這個東西變成說 原本給合作局變成是說互相吵鬧 甚至互相背叛的局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狀況就是 真的局勢沒有這麼好 可是問題是看起來 大家還在歲月靜好的感覺 OK 當然裡面有人對四年前還是很在意的嘛 這個有時候我們在社會抓到一個人 第一件事情先查你有沒有前科 所以四年前是有前科 把國民黨罵了一頓以後 還有中秋奇異準備還要選的問題 跟柯王在結合的問題嘛 所以這裡面當然會有一個 大家看在眼裡的是嘛 否則如果當初他沒有退黨 今天有大家還要討論這個問題幹嘛 尤其當初他退黨不僅是他的幕僚 拿著榮譽狀跟黨政跟聲明去 他自己還PO了一個自己手寫的聲明了 兩份聲明了那手寫的聲明罵得更狠啊 那你說這樣子當然會讓基層會有點疑慮 那現在回過頭來就說 呃夜匡時PO了一個一支春雲劍的問題 然後又有韓友會在辦聚餐要韓國瑜選總統嘛 那我認為韓國瑜是不會選啦 我覺得韓國瑜未來是 一個大概很亮眼的配角 他不會是在選票上面的主角 那現在有趣的就來了 那韓國瑜在郭朱 呃喉裡面他會支持誰 誰 應該三個都不會表態 喉當初不接他的新北市主任委員 郭初選輸了以後他的人馬 他什麼罵國民黨罵韓國瑜 這韓粉不會記得嗎 新竹選的時候大家還都拿出來在講嗎 那朱曾經打電話問過韓國瑜 韓國瑜說過一句話 就說問他對喉的意見 他說2024我支持最適合最強的人 那朱看起來又不是最強的人 所以我就覺得韓的動向就非常有趣 好像看來這三個人 好像他都不會太支持 當然就是說你今天走到這一條路 就是說朱立倫不擺在民調裡面 然後就是說那個黃建廷的吹風會 我在場的人跟我說 其實黃建廷還有一句話 什麼話 就朱立倫沒有無私 不把自己擺在民調 但也不能排除有人會拱朱立倫嘛 那個Spec Q 拱朱 那時候朱洋變色變成QHOT 然後他就你你你多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你多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當然很簡單一件事反向思考 如果朱立倫把自己擺在民調裡 黨中央做的民調報告主席 你一成不變報告主席你一成不變 然後民調出來以後 領導微信就已經不夠了 那這個民調繼續做下去 他這個黨主席還有領導微信嗎 OK沒有了吧 所以朱立倫 朱立倫就講一句白一點的話 不要老是講無私我我 中常會裡面說 我會提最強的人 因為我不選一句話結束了嘛 OK大家不會不信了嘛 那就開始大家在侯友宜 跟郭台銘裡面 大家就在看你去怎麼做處理嘛 那現在不是這樣啊 那郭台銘人家說郭台銘 為了四年前道歉的時候 要他道歉他很生氣 哇這句話很奇怪耶 當初我跟陳同好都說 他去稱讚那個行動內閣的時候 是把國民黨推很遠 現在你又說你要我道歉 我很生氣四年前 他是不是又把國民黨推更遠了 所以這句話傳出來 我不曉得是真的來講 但傳出來絕對對郭台銘 回國民黨沒有好處嘛 OK 第一個我認為是黨 就是說黨對黨的一個 面對選民的一個競爭 那你之前民進黨有很強力的批判 國民黨有這個落跑現象 輪到民進黨自己要提名 那你怎麼辦 所以黨內討論就是定出 所謂的誠信條款 他不是硬性規定 你議員也可以選 那你選了還是 還是進行初選 只是你選的時候 對社會的那個說服力 當然會受影響 議員這個時候來選立委 當然會受影響 不過就我個人來講 藍經德去選市長 他有鼓勵我去接他的立委選舉 然後他主動跟我說 那你就不要選議員 後來我也就放棄選議員 我就沒有參選那些議員 所以我就空了 差不多一年多 OK 不過這個是個人的政治評估 都沒有說 人格比較清高 沒有說誰比較好 誰比較不好 如果你萬一政治選擇是錯誤 這個也不一定 所以我覺得 賴信德應該是卡亮道 那你現在民進黨怎麼轉換 你當時給國民黨 你罵國民黨罵成這樣子 你罵人家要落跑幹嘛 那你怎麼處理 你現在自己提名的一個遊戲規則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倒是 民進黨 民進黨確實也必須面對 賴信德有問題 道德 道德比較高上 現在講說不要 要我就乾脆不選議員 就直接選立委嘛 但是李委員剛剛講 我覺得他措辭非常小心 因為這個畢竟是他個人的選擇 但是他在立法院的同事 基本上民進黨有二十席的立法委員 都是從議員轉戰立委 所以剛委員講話這個措辭很小心 大家就可以理解為什麼 那我覺得民進黨的這個 現在這個想法 我分三個層次來跟大家講 為什麼我覺得蠻可笑 因為不管這個代職 參選這件事情合不合理 我認為國民黨民進黨民眾黨 都沒有資格來講 只有選民用選票來來投票 這個才是合理的判斷標準 但為什麼我說民進黨這個說法 很可笑 第一如果他們覺得這個事情是一定要做 那為什麼是用建議 不是強制的 他並不是講說我所有這個議員都不可以 他就說我建議你們不要這樣做 那如果這是一個他覺得很棒 一定要貫徹的事情 為什麼沒有強制性 那第二點就是說 如果你講的是為了這個議員的誠信啊 所以你不應該這個代職參選 然後去選立委 那我就問一件事 為什麼監困選區 還有沒有現任立委的選區 可以這個豁免 難道這兩個區 就沒有要貫徹誠信的問題 還是你覺得說監困選區的民進黨議員 一定選不上 所以沒有誠信問題 反正他最後還是回去做議員 這是兩個很矛盾的事 那再來就不要講 這個賴清德自己講 我其實都對他有點不好意思 因為他的這個編年史 我要去一一整理還蠻長的 同樣的照樣造句就要問他 如果他說要當立委 為什麼要選議員呢 那我們就要問 那你要當市長為什麼要選立委 要當總統為什麼要選副總統 太多照樣造句的事情可以做 賴清德一九九六年當選國大代表 但是一九九九年任期還沒有滿 就去選立委 那再來二零零八連任立委 二零一零任期還沒有滿去選市長 再來二零一四年市長連任 二零一七還沒有滿 他又去當行政院長 那二零一九年大家都知道 他去挑戰這個蔡英文總統 投入初選 我去查了一下 他當時的時間點是二零一九年的三月十八號 同一天他就去完成初選登記 那我就要問那這一屆任期 他打算做到哪一天 正式投入選舉呢 所以現在副總統任期顯然不會做到最後一天嘛 他又要去選總統了 所以說起來賴清德基本上所有的公職 都是做到半路就換轉換跑道 那當然我也可以理解他說這個人往高處爬嘛 那選民跟你支持托付 這個我都沒有意見 唯一的意見就是啊你自己都做了 你現在拿出來講你怎麼一點都不好意思 不會不好意思 第一個我聽不懂這個邏輯 副總統為什麼不能選總統 他任期是接續嘛 他並沒有說 你要投入選站就會提前辭職 因為上次也是這樣 所謂的落跑就是你原來的職務任期沒有做滿 你就換別的 一般的理解是這樣 如果你議員四年 你還沒當滿任期滿 你就去換了立委 那你原來的職務還有剩下任期沒完成嘛 副總統選總統是沒有這個問題 你當選總統是五二零就職嘛 一定四年副總統任滿 你才可以接續去當總統嘛 這沒有說你原來的職務沒有當滿 就換跑道的問題嘛 所以這個副總統選總統 這個跟那個所謂落跑 這個是另外一個話題 至於我剛剛也強調啦 你議員要不要選立委 因為你講的沒有說就讓選民去決定 只是現在準備要換跑道的議員 當然是不滿意民進黨這種做法 這是個人的政治選擇嘛 你看國民黨那些現任立委都很支持啊 費紅袋就很支持啊 賴斯寶你問他怎麼支持 所以這個算是國民黨內部會產生矛盾嗎 沒有沒有在之前這個傳出 有那個荒唐的大局條款的時候 賴委員費委員都是公開反對的 他們都是甚至賴委員是直接講說 他完全反對這件事 他已經做好全軍投入初選的準備 所以這個林委員不能這樣說 我們現任的委員 並沒有支持這件事情 這我要特別替他們講 那再來剛剛委員講說 那個任期副總統跟總統任期 銜接所以沒有落跑問題 我覺得有點避重就輕啊 因為大家都知道有公職在身 你最後要投入選舉 你一定會請假嘛 你要去做選舉活動 你怎麼可能會完全無縫接軌 完全不影響到副總統的工作 你不要妨礙侯友宜選舉 沒有沒有我們要就 你不要打侯友宜 我們要就這次來討論 今天你講說副總統任期 跟總統任期跌合 所以完全不會影響 我覺得這說不過去 因為最後你為了選舉行程 你一定會有這個請假 還有要去做其他的調配 所以一定是會跌合到 那如果照委員這個邏輯說 服務只要不要中斷的話都可以 那我現在假設我們要投入 這個立委的選舉 議員的服務還是繼續在做 哪一天停了 沒有停完全沒有停 而且可能還直接升級 成中央版本 如果照這個邏輯的話 那那OK啊 為什麼民意黨要反對 對 聽懂我害怕 對 是是是 講一下 這個這個 侯市長我說他沒有責任 也得有責任 指的是南投補選 可能他沒有去選前職業 這件事情 那其實南投縣的 那他到底有沒有責任 南投這一招 我覺得就他個人而言 我認為他沒有責任 但是如果他代表國民黨 選明年的總統大選 那他就一定要有責任 因為不管任何的選舉 都跟這候選人脫離不了 這是不用再爭論的 因為我要講實話 如果選舉我們選輸了 最大的責任 在我們自己身上 我相信侯友宜市長 不管選前之間 有去跟沒去 不會影響到選舉的結果 但是問題是 如果侯友宜市長 目前被大家的期望 以及他的民調 他如果沒有去這個 是否會被別人見縫插針 就是變成現在這種結果 就是剛才任俊見縫插針 任俊剛剛是講說 國民黨有很多人在講說 你希望大家國民黨挺你 去參選總統 可是當黨內同志 需要你挺的時候 你在哪裡 所以見縫插針 我先補充一下 我覺得那個縫 已經到柱子都可以插進去 已經不是真的問題了 任俊哥沒有說 是我們沒有解釋清楚 是我們沒有講清楚 那個責任指的是 南投立委補選的問題 但是其他的部分 我個人認為 你說尤其是最重要的2024 侯友宜市長到底要不要主動出來 說他想要參與這個選舉 我講你實話 這幾乎不太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這個問題真的是黨中央 包括朱主席 必須要來做承擔的部分 如果你真的覺得主席 覺得侯市長 是我們國民黨 明年2024最好的候選人 那我覺得要幫侯市長開一扇門 甚至有一個台階可以下來 要不然到最後結果 我覺得只會脫到跟上次一樣 這跟韓國瑜那次一樣 對就是大家拖拖拉拉的 一直到什麼七月份啊 九月份啊 然後出來一個選舉民調 可能有人不滿意 又一轟而散 到最後就是大壞 那請問一下如果照您這樣講 朱議員應該要單起來 要想辦法解決這些 那這個時候 照您剛剛那樣講的話 顯然不太適合 就是侯友宜自己要出來表態 那趙好康為什麼要說 現在是最好機會 好趙好康因為他自己 也有表態過他想選 所以他這樣子 你說是幫他還害他 好先擺在旁邊 黃呂錦茹呢 他是國民黨台北市黨部主委 就這時候連你都看得出來說 不太適合叫他這樣表態 朱議員你應該這樣 那他這時候出來講這個 到底是要幫他還害他 好久沒看到黃呂主委了 黃呂主委突然有這個反應 我覺得是他可能個人情緒的因素 但是都是為國民黨好 還是希望國民黨儘快的 有一個後續人能夠出來 但是這種想法我也老實說 他也代表了某一份 某一部分 國民黨支持者的心聲 他覺得你既然你想要 那就早一點說 不要又是要等到八人大叫 幫你抬出來 以前那套宮廷文化 很多國民黨的支持者 是不喜歡的 我老實說是不喜歡 但是在現在這種情況 我相信侯市長也有他的疑慮 以及他的難處了 那我認為黨主席黨中央 怎麼樣讓我們國民黨候選人 能夠順利的出來 我覺得讓候選人之間覺得被尊重 而且覺得至少有公平的機制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反而是現在 我會覺得我會先呼籲 就是也許規則沒有那麼快的 出來的情況之下 我倒覺得黨主席可以先決定一下 他自己本身要不要出來參選 我覺得這很重要 可是你看周一人每次就告訴你 我無事無我 我一切都是以國民黨在政治大局 要團結所有的非日利量 然後找出最常人選 但他到現在不會告訴你 我不選 他從頭到尾不會告訴你說 我不會參選2024 我是Maker 我不是KID 他不會告訴你 我老實說以朱主席這種講法 我們的解讀就是 他可能不選了 但是我現在俊憲文 絕對不是這種想法 他一定會有別的解讀 等會兒就知道了 所以我覺得與其講是曖昧不明 我覺得黨主席直接定調出來 你可以選也可以不選 這個完全沒有問題 就講清楚 至少知道我們國民黨的 最高層的領導人 你的態度是什麼 我覺得至少可以讓我們 我們很多的黨員 包括從政同志 能夠有一個方向 以及知道該怎麼樣去解說 民眾對於國民黨提名機制的疑慮 其他人也許可以慢 但是我真的認為 以現在這種狀況 主席性講清楚 以身作則 我現在接下來很多的事情 規定人選 都會漸漸的清楚 跟付出檯面 你有沒有看到 我剛剛為什麼一開始 把賴清德接下來的動作 因為民進黨就13號到17號 下禮拜一到禮拜五 最快17號你就知道 到底候選人是誰了 那國民黨 我剛剛為什麼要把這兩個都擺在一起講 也有人形容 賴清德也在拆彈 包括黨裡面 大家都知道 俊仙也在 大家都看到2019那一仗 打得都慘烈 可是賴清德先挑陰系參序 對不對 那大家就說 反正就是容兵也好 你用什麼詞都好 就是前面的那些炸彈拆了 裡面這些拆了 選舉一定要這樣 握成拳頭都不見得打得贏 所以兩箱比較 你不覺得 對國民黨來講 就更應該有那樣的危機 跟憂慮感 沒錯啊 就是民進黨其實很早就確定定一尊 幾乎不會有太大的爭議 對 所以早說晚說沒有差別 包括我相信賴副總統目前 也都在已經在做一些 選舉的行程動作了 所以這才是我剛剛講到 國民黨必須要有一些因應作為 我不敢說是不是真的要這麼快 把選舉規則定得出來 因為想要真的人很多 有新的人也很多 但是至少黨主席 我覺得你先做個表率 其實我是非常贊成這樣做 因為至少你表達出來的態度之後 我覺得至少會讓很多的 我們的基層同志跟支持者 能夠覺得 我們這個整個過程當中 這個機制當中 是比之前進步的 是有想要好好的來選這場選舉的 如果連現在當主席沒有表態 或甚至是當主席講的話 還是會被別人用不同方式來解讀的話 這個時間拖久了 只會磨損我們同志之間的熱情跟感情 我認為覺得不舒服 覺得生氣 我倒是覺得還可以接受 但如果覺得失望 對不起 這還是最大的問題 之前很多次選舉 國民黨大敗 不是討不討厭你 是根本不想管你 隨便你 這個才是國民黨現在高層 必須要體諒民間的感覺 因為我們這地方 跑的感覺是 有一點意見 有一點不高興了 但是沒有到失望 或者是不想管你的感覺 但是如果持續再拖下去 再造成了很多山頭 國民黨內部不停的衝撞 有人受傷有人失血 到最後就不再只是生氣這麼簡單 如果又到了失望的話 那明年2024 我真的覺得國民黨又辛苦了 記者你自己怎麼會看待 包括剛剛講 其實博弈也講說 第一個主席要不要儘快表態 第二個侯友宜 大家都知道他的難處在什麼地方 他就是不能公開跟你講說我要選 可是現在看起來 從南投不選完以後 那個叫他出來啊講話表態 而且講的都是那些大咖的 他現在怎麼樣 他還要被逼著說對 Yes I do 就是這樣 我不再寄望所謂黃袍加深了 我剛剛看那個朱立倫那個講話 他其實態度應該很清楚 是 他說他當黨主席 他要提名一個最好的總統候選 不是最強 是最好的 朱主席身為國民黨內第二強的候選 我認為他不會放棄啊 他就說放棄是沒有道理 因為第一個萬一侯友宜不能選 或社會不能接受 因為侯友宜就是有一個問題 他就剛選完市長嘛 這是必然的 所以他要參選總統啊 他確實有一點 他必須要面對新北市民 他必須要面對整個社會對他的一個質疑 所以侯友宜什麼時候 如果他真要選 什麼時候宣布參選 這是一個非常為難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時間關鍵點 所以啊 如果你真的支持侯友宜的人 這時候是不能逼他趕快宣布 凡是現在逼侯友宜趕快宣布參選總統 都是他的玩笑 所以侯友宜選後 藍頭不選完以後 他一定發現 他的國民黨內的仇人還真多 你想一想 你這時候逼侯友宜趕快宣布選總統 他怎麼宣布呢 現在是三月 對新北市民來開會 他剛選完 那你叫他這段時間 他用什麼身分 那馬郎又請假嗎 還是用一個已經宣布要選總統的市長 那你在新北市 你叫他怎麼跑 叫他怎麼去主持新北的市政 所以如果國民黨內是要支持侯友宜的話 侯友宜什麼時候參選 是全黨的大使 一定要大家好好參選 要問一下 夠的你當時要選擇 對不對 你覺得最適合 我們大家來配合你 不是現在 凡是逼他宣布的 我認為都是支持郭台銘 或者是支持 支持朱立文 對不對 你明明知道他那裡痛 你每天你踩他最痛的地方 這不像是說全黨 要去支持他 要去拱 要去扶持他 照理講如果是要支持侯友宜 應該替他擺平前面的障礙才對 你反而去他前面擺石頭 前面挖個洞 叫他跳下去 他這時候怎麼宣布 開玩笑 這明顯有政治上邏輯的 你自己看侯友宜在這次的過程 尤其在談中部前這一段 他的政治判斷力上面 被討論非常多 我不認為他政治判斷力有問題 我認為這是他一個特色 侯友宜上次壓力更大 他完全不甩韓國瑜 這大家記得吧 也因為那樣子 對 那時候韓國瑜的聲勢多強大 韓粉多兇悍 侯友宜不去啊 被韓粉罵慘了 侯友宜堅持啊 就是完全不鳥侯友宜 不鳥韓國瑜 就塑造了他獨特的一種 一個政治的形象 大家瞭解侯友宜很清楚 如果他選總統大位 關鍵就是他中間那三趴五趴 對不對 其實現在罵他的人 如果他拿到提名 那這些人還是會支持他 他有機會去跟李柏宜彌補感情 對不對 等我得到新名 雖然不熟 但感情應該還好 現在不要像所有人 等我太怕 但是你沒有去籃頭 沒有錯啦 兩黨在大對決 全黨都總動員了 你說你新北市政很忙 那蔣萬安就摸他嘛 盧秀燕 張三政 他們就沒有市政要忙 他們就跑去籃頭 所以國民黨那種直接情感 像那個 像我們優秀的那個博議員 他就敢講真話 直接打猴 你怎麼會不來 對不對 這是很多一般國民黨人 我先打個電話回黨中央一下 你先打一下給我 我先打給侯市長講一下 現在今天晚上錄影不要看 對對對 這是國民黨人直接的回應 但是侯友宜很清楚 他如果看遠一點 他要的選票不是這裡 對不對 李柏宜如果等我侯友宜拿到總統提名 我們還有機會嘛 大家可以在彼此再瞭解嘛 但是侯友宜的特色就是這樣子 但是這個壓力算小啦 那籃頭立委補選算什麼 韓國瑜 那個韓國瑜他都不甩他了 對不對 但朱立倫的動作有喔 你看喔選完以後 突然間三今半夜 就突然間丟出一條新聞 什麼朱立倫大怒啦 人家侯友宜沒有去籃頭 害得籃頭輸了 本來補選輸了 要負全責是你黨主席 突然間所有萬劍齊發都去打侯友宜 嗯對不對 然後等了兩天 朱立倫確定侯友宜已經鼻青臉腫了 他才出來說 不要再打他 責任我全卡 對不對 照理講 這個這個我認為 這個其中有很大一個吊詭 因為這個 這個媒體這個媒體一出來說 黨主席馬上要講話 如果你認為這個人是你未來 黨的總統候選人 你怎麼可以讓他受傷 所以朱立倫說他無視乎 其實很大部分他有考慮自己 所以我說他沒有放棄 朱立倫他過去那種 他的使命感 他的理想 我覺得他也不會放棄 現在才三月怎麼可能會放棄 那侯友宜不去籃頭 我認為也有另外一個考量 如果籃頭今天不選贏了 功勞是誰 黨主席的朱立倫 朱立倫從去年的現場大選 接下來的每一場都贏 那還得了 對 所以侯友宜大概也會算一下 我去了 我做苦工 功勞你朱立倫拿去 他怎麼願意 我覺得侯市長絕對沒有這種想法 侯市長真的是很忙 對對對 絕對沒有任何 講完不忙 他一定有發救要的事情 絕對不是因為算計 這個我要察覺一下 他不想把功勞給朱立倫 不是因為這樣 絕對不是因為這樣 絕對上是大家的功勞 有沒有有沒有 他已經在開始幫侯友宜講話 時間讓博裕彌補一下 跟侯友宜的關係 沒有 但是 這是人性 這是人性 你全黨總統委 你會不知道嗎 當然知道 對啊 而且你旁邊的直下市長 每個人都去 你會不知道嗎 那侯友宜就堅持不去 我認為在某種程度 不能說他計算錯誤 這是他一個特色 我反而覺得 侯友宜他這樣的特色 蠻有一貫性的 如果以這樣的看 那現在籃頭不選完了 國民黨內部又有一個大變化 因為現在連那個 台北市的黨部主委 剛剛博裕說已經很久沒看到他 很久突然間跑出來 對要侯友宜表態 對 所以現在出來打侯友宜的人 會要排隊 越來越多 侯友宜代表國民黨出來選總統 會不會救大勝我不知道 可是我知道 國民黨真的要非常重視侯友宜 他簡直就是國民黨的章魚哥 你看 不幫韓國瑜站台韓國瑜輸了 四大公投不表態 四大公投輸了 不去林明珍那邊幫他攔頭線的那個晚會 林明珍輸了 所以國民黨以後真的要看看風向 侯友宜到底要去挺誰啊 他真的是個章魚哥超準的 到目前為止 從來沒有失準過 可是章魚哥的下場不好 最後就就被瓦砂米了 這不是很好 那可是侯友宜的這個民調 這個好感度 當然沒有邊啊 你說侯友宜被打翻打趴了 沒有啊 他在2月27號的時候 你看2月27號 就是就是0.43 就0.43 0.39 就0.39 也屬於人高他一點 0.43 然後在後面開始 你看0.36 0.38 0.35 然後到了最慘的那一天 5號 3月5號 那也是0.32 然後到了3月6號 也才0.3 0.34 又上來了 總共才掉了一點點而已啊 可是各位 這是好感度喔 這不是支持度喔 好感度這樣表示什麼 我們早不軍隊的早餐喔 每天都吃稀飯白豆腐 然後你對他會有期待嗎 明天長吃什麼 稀飯白豆腐 後天大後天大後天 以後呢下個月 哎呀不要講了 稀飯白豆腐 就是五感你知道嗎 對於侯友宜的好感度 叫做五感 侯友宜沒有去靈命 他會去才怪對不對 他沒有挺國民黨四大公投耶 他幹嘛會挺呢 他就是呵呵做事啊 這叫做沒有期盼耶 那反而朱立倫你看看 這精彩啦 朱立倫本來不怎麼樣的嗎 就就就0點 剛開始贏一點點了 可是他成績到0.89 對不對 這表示什麼 什麼事他可以到0.89 3月3號前夜選情之夜 對那天晚上 哇大集合張善政來了 盧秀燕來了 蔣萬來了 這些沒事做的六都市長都來了耶 對不對 所以他的支持度就很高 就好像是平常是吃 吃這個稀飯饅頭 都是白白的 今晚吃雞排 哇不得了 0.89 所以朱立倫一直講一件事 我是正常輪 我是正常輪 可以操控好感度起伏的人 才是會選舉的人 你那種平淡 就0.3 0.39 383736 就是好也如此啊 壞也如此啊 翻過來覆過去 都是這樣 這怎麼選舉 可是將軍 侯友宜兩次 新北市長都大贏啊 一次大贏 蘇貞昌 將近三十萬票 後來上去年內仗 甚至大贏到四十五萬票 所以他的模式 剛才 那我的模式 我的模式這樣顯然 大家也買單啊 那不管好感度 高低與否 你們大家對我沒有期待 但是我的我的票 開出來就是這個樣 其實侯友宜 不只是這點有功能啊 他對國民黨 真的是一條非常活動力強的鯉魚 雖然他沒什麼在動 可是他的鯉魚效應很棒耶 你看國民黨 在林明珍選完以後 幾乎本來之前啦 就是侯友宜的 大家都知道 就他了就他了 不會有別人了 包含了韓粉 包含了鍋粉 包含了 反正大家都覺得就是他了 只要國民黨可以把政權拿回來 就呵呵做蛋 就他了 可是這三月四號一選完 說不得了啦 鯉魚一咬一咬都出來啦 對為什麼 葉匡時說我們在等 辣個男人 又把韓國瑜叫出來了 為什麼發現韓國瑜比較 比較有效果 他可以當一個好的母雞 什麼叫母雞 母雞不是這條雞很會做事情 不是 是這隻母雞很會孵小雞 這母雞有的 不是每個母雞都會孵蛋 有的母雞孵了二十天之後 但沒有孵出來 都被他做破的也有啊 那會孵蛋的母雞做了二十天之後 哎 孵出二十一顆蛋 連鴨蛋他也幫他孵你知道嗎 他全部都孵這叫最強母雞 哎 韓國瑜有效果 您講韓國瑜這塊 因為葉匡時他在領域 PO的那個文章 你去看他那個 他只講說你是哪一隻劍 然後你各位 你去細想他下面PO的 一隻穿雲劍千斤萬馬來相見 這個大家都知道是當時 對韓國瑜韓粉所有的號召 然後下面再加一句 一隻穿雲劍千斤萬馬都不見 那那那是在暗喻誰 他就用這樣 他我也沒跟你講 他也沒跟你講 到底我講的是誰 說的是什麼 可是用那兩個一樣 你就看下面所有人 噼里啪啊全部都 你就知道 那個大家就開始把每個人 點上去了 就開始貼這個是講韓 這個是講誰 就是這樣子啊 就反差 就是你拿韓國瑜是最會製作 帶效果 最會帶小雞的母雞 然後跟一個最強 可是不會帶小雞的侯友宜 做一個最大反差 所以大家開始覺得 好像韓總還不錯嘛 還不錯嘛可以考慮啊 然後呢 連勝文也講了 他說我們不要這樣子 不是要這個這個大反綠大聯盟嗎 是不是讓郭董回到我們這條圖上 那擺明了連勝文就覺得 侯友宜並不是我心中最好的菜啊 然後你看包含劉秀苑也被點啦 然後我告訴大家 最大最大的這次的贏家 就是看起來本來會受傷最深的朱立倫 朱立倫本來在這次林明珍選完 我告訴你沒有什麼好講的 一定是黨主席嘛 輔選不立提名不立嘛 然後政策錯誤嘛 輔選方向錯誤太過於優柔寡斷 朱立倫一定被罵爆 可是怎麼樣一個陰陽際會 能夠把這個傷害降到最低 所以我覺得朱立倫這次 在林明珍的這個選完以後 他的傷害降到最低了 甚至我覺得都受傷 侯友宜受傷 朱立倫受傷 郭台銘受傷 都受傷 可是我告訴你 朱立倫是唯一具備再生能力的受傷 他會再生 為什麼呢 他開始發現一件事 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就講了 他說朱立倫在學歷經歷政壇視野 國際視野都很好 國民黨裡面還有誰有這種這種看法 是中央委員講的喔 不是我亂說的 所以你看本來已經定於一尊是侯友宜了 一場3月4號 林明珍的南投補選 整個跳出來了 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朱立倫沒有放棄過 我之前也是認為3月4號以前 我也認為朱立倫應該差不多了 放棄了 可是我發現這個主席這個朱立倫 還真讓人家覺得他很厲害 因為為什麼 侯友宜在等什麼 在等三顧茅庫 我是先生啊 先生不出山 何以天下國家為啊 對不對 你是這個當黨主席 你要一次兩次三次 然後請我 然後我就說 我考慮一下 他要在這種狀況下出場 可是現在不是三顧茅庫 其實三身無奈 你到底要不要出來 別再拗啦 再拗就垮啦 他要的是三顧茅庫 不是三身無奈 可是現在跳出來的聲音 卻是三身無奈誰知錯 侯友宜如果不表態 即使他現在表態 時機也過了 所以現在侯友宜陷入常常的深思 到底我該怎麼走下去 但是朱立倫呢 他繼續講一件事 推出最強的人 有黨無我 這兩句話 就把侯友宜整個壓住了 可是沒有那個 劉扎昌的說法個人想像啦 因為韓國瑜 曾經朱立倫有問過韓國瑜 韓國瑜有回覆他2024 他不會出現啦 所以韓國瑜那個是個人的想像吧 韓國瑜多出來韓國瑜不會選啊 當然現在看起來就是國民黨的問題 最終還是提名的問題 還是提名的問題嘛 那侯友宜的關鍵是 你到底什麼時候要說得明朗 說得明朗 那原本 喉那邊的想法是五月底嘛 那經過南投這一戰 有可能會往前提 有可能會往前提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現在大家都在逼了嘛 你到底什麼時候要表態清楚 那當然黨內對喉跟郭之間 其實現在大部分還是討論郭比較多啦 侯比較多 你剛剛講的那段意思 是不是 如果經過南投這一戰 又有很多反侯的勢力 或是這些情緒出來 如果侯再不早一點表態 你知道這個勢力氛圍是渲染會越來越大的 那大到等到你沒有辦法壓下去的時候 你再表態時間太晚以後也來不及了 侯友宜那邊他必須考慮的是你現階段 其實藍營才是你的基本 然後再擴充在中間 現在侯友宜是在中間跟藍營之間在那邊晃動 所以跟藍似乎要保持一點距離在抓中間這個選票 但是現在問題最大的問題是 你不管怎麼樣 你爭取的還是國民黨投提名 是嘛你要先過嘛 逃過 逃行過再講啊 你跟藍維持距離 那國你又要國民黨的提名 所以我覺得他現階段 就有一點他的政治幕僚或是怎麼樣 在那邊晃動的感覺 在那邊晃動啊 一夫兩個問題 第一個請問一下豬有沒有打電話給他 請他下去 第二個 你知道如果小平剛講說 對就像你講 他在藍營跟那個中間之間晃動 可是那天晚上肇事大會 不是四大諸侯都去了嗎 你不過就是四分之一嘛 雖然他是最強母雞 可是反正大家都去 又不是只有你一個人去 所以啊這個就是該去的不去 我就覺得他旁邊的幕僚或是政治 智慧上面的問題 我覺得堪憂 對啊你看民調 如果覺得快輸 你更應該要去啊 不管輸跟贏 我覺得基本上你國民黨的一份子去 這麼強的一個人 你去輔選 天經地義嘛 天經地義嘛 那你後面你不去 留下了多少畫餅 當然講一句白一點的話 說侯友宜是勝敗關鍵的戰犯 我也覺得有點誇大了 有點誇大了 我不曉得博文 博文應該知道吧 我覺得民進黨在最後一波民調夠準 民進黨最後一波民調 他做出來就是贏三點多 開完票就是贏三點多 就是贏三點多 如果侯友宜有強到最後一天去 可以把戰局給扭轉的話 那大家還要討論什麼 那總統就他嘛 那他不去就敗選 他去如果是勝選 那這個人能力強到 有什麼理由不提他 這邏輯上是不是有點有點怪怪的 而且當然啦 就是說政治上 這一個種場合 你當然必須要去 朱友 當然朱友聯繫啦 因為最後一天 這些人大部分都是黨中央在希望的嘛 228連假那也是黨中央在聯絡嘛 因為二月 二月大概是二月初 二月第一個禮拜 第二個禮拜他們民調做出來 就已經很不樂觀了嘛 就咬得很近了嘛 所以才會急的安排盧秀燕啊 那些四大諸侯他們去嘛 還包括什麼 嘉義市長啊 彰化縣長啊 他們都去雲林縣長 那你就是談到政治智慧 不管輸贏 你要爭取國民黨的投票 那個門票 你不去 你不覺得就已經不對了嗎 朱友有沒有很生氣 朱是有一點怨言 但不至於如媒體講的 勃然大怒啦 有怨言啊 有怨言啊 不是 那個怨言我就講 因為門票要給誰 最起碼那個初選 要不要訂 訂時辰在什麼時候 要不要初選還是用協調 朱絕對有那個決定的那種 那種權利啊 那你跟他之間槓這個意義在哪呢 還記得一件事嗎 朱立倫說 我有打電話跟當面跟那個侯友宇說謝謝 那不要忘記一件事哦 畫面都有出來哦 兩個人出席告別室的時候 兩個人互動是非常冷的哦 所以朱對喉之間 我聽到的是不至於說到勃然大怒 有一點怨言倒是倒是有了 那當然就是有人就擴大擴大 那原本朱跟喉 本來就有一點心結了 你經歷這一仗 那心結稍微加深 那一定肯定的嘛 一定肯定的嘛 那現階段的問題是 大家在考慮的就是 呃 很有問題 大概朱立倫大概是 有點死心了啦 有點死心了啦 那之前又在談到說 什麼有人在搞什麼 呃 郭朱沛說傅崑崎 傅崑崎現在人在日本 嗯 說傅崑崎在操盤郭朱沛上這樣一個 去年過去年 呃 傅崑崎的確還在期待朱立倫選 但今年總統選舉 他根本就沒有什麼在管 嗯 第二個 加上 花蓮縣議會的事情 所以朱立倫其實跟傅是 有點漸行漸遠啊 嗯 所以傅也沒有在弄這件事情 他現在人在日本啊 他跟朋友說 哦我在日本也被掃到台風圍 所以郭 傅沒有在弄這件事情 那弄郭朱沛的那 還是回到同一個人嘛 叫宣明志 還是宣明志在那邊一直推了 傅是已經已經沒有沒有在推朱立倫這件事了 那至於剛才講的那個音樂人 那個是個人想像啦 那麼其實就很單純一件事 朱立倫現在要決定 第一個你要徵召侯友宜 還是你要讓郭台銘回來競爭 其實現在處理的就只有兩件事了